当然这个皇帝皇后不是要享受 是利用你的福报力量 像古时候的皇帝皇后 都是为了帮助佛教而实现 因为以他们的力量 才可以去推广 那当然经常这样的来 当然短期出家你参加100次都没关系 因为这个不是正式的 因为你的动机不是永远的 所以你是说我能够参加七天 21天 49天 所以都可以了 因为都是一个善根 所以人就是要保持这种状态 好 131 中间 持亲脱俗 这句话很严重 你要拜持你最亲爱的人 父母啊 爱人啊 子女啊 可以脱离世俗的这种 神索一样 期盼 所以 那各位这样你就 虽然你不是长期 但是你要融入这种心态 哪一天这种真出离心就显现出来了 出家之人 虽高超俗表 为世间福田 礼乐常情 他呢 他这种礼貌要超越世俗的情 所以真实的出家人 不拜君王 有些君王听到这句话就服不了了 出家人不能拜皇帝国王 不拜父母 这个不是不孝啊 出家人是 是他要成为众生的福田 好好的修行来感恩回向父母 然父母生如等 养育恩生 如当起立 专经拜辞 你说 暂时的 放下 离开父母 此之一拜 为最后拜也 所以如果说真出家 我想各位 你本来住在新加坡 大陆台湾 移民来美国 请问你有没有拜过 你本来没有啊 牵着老公的手 走吧 到美国去啊 所以 你说 这个是蛮狠的 为了爱情蛮狠的 但是 如果你站在佛教 就不太愿意这么做 因为要么在家好好孝顺父母了 如果要离开 也是为了众生 而不是为了个人的 这些爱情金钱 所以 等一下各位 叫曹排位 我们的县世父母也好 往生父母 雷杰父母 我们今天这个出家 是发菩提心 对不对 真正要去爱他们 因为为他们修行 所以后面有一句话 各位等一下要念 最后念的时候 你要念到 掉眼泪 流转三界中 恩爱不能脱 因为有这个情爱 所以就来投胎了 就在这个家里 一直滚一直滚 这个就是因为 流转在三界六道轮回 就是因为有这个恩恩爱爱 这个情 所以解脱不了 所以各位要 所以各位要弃恩 入无为 那我们要放下世间 放下不是放弃 是我们不执着 但是为了保恩和修行 所以叫真实保恩者 我们能够放弃执着 我们能够放弃执着 达到无为 什么无为 就是空性的意思 空性展现出来是慈悲 所以刚刚仁波切 讲得非常好 你要了解空性 万法 这个世间的一切 那你去看它 那你就知道空性了 因为你爱上这个东西 那就是没空性 因为你不了解它的真相 那你去按照佛法 去分析它 这个花的存在 都是无常无我的 暂时的爱情的存在 儿女的存在 家庭地位的存在 都是有为法 有为法都是生灭空无自信的 所以那有为法 倒过来就是无为 所以各位要 心里要保持在这种 无为的状态 空性不执着 不担心没有压力的状态 那没有压力还是自私啊 我们要让所有众生 都达到这个状态 这个才是真真 报父母恩 报众生恩 你要观想啊 要真出家了哦 就像你要去结婚哦 要跑了啊 这个时候啊 父母一定掉眼泪了 不是你掉 因为父母舍不得你离开他 怕你受苦 每一次我们如果真实有父母再出家 一般要出家的时候 我赶快要走 你不要阻止我 对不对 只有妈妈爸爸在那边哭啊 在那边放不下 这是正常的 但是也因为这样我们才要精进 让爸爸妈妈这么苦 老实说啦 我们都父母 我们都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啊 所以虽然他知道我们出家好啊 但是他就是舍不下 他就是真的像割肉一样 就像我们看电视 女生要结婚啊 然后要嫁给男人 那个爸爸哭到后面 哭在地上 他的情人要离开他了 宝贝女儿要交给他 那我想我们这个放下 是一种真爱 因为这个男女的情爱 这个妇女的情爱 弄得大家都生死轮回了 痛苦无边啊 所以要放下 我们将来才有机会来引导 包括我们累世的父母 都能够超度 就像释迦牟尼佛 就算他要涅槃 也要到天上跟他的妈妈 摩耶夫人永远永远在天上 都是一直照顾的希达多太子 所以哪怕佛陀要入涅槃了 妈妈都还在掉眼泪 所以佛陀要他的妈妈 发起了地藏菩萨的大愿 真实的发菩提心 来成佛 这才是真正的保恩 各位要多思维这个道理 如果我们没有那种真实的孝顺 保恩心来修行佛法 你看不到佛法的精髓是什么 因为佛法的精髓是从孝顺里面来 懂得真心的保恩 孝顺父母 然后扩展到一切众生 才会变成慈悲 才会变成一种菩提心 这一点要经常意念 当然如果你的父母对你不好 所以我们更要忏悔 所以我们更要忏悔 更要忏悔 所以因为是自己的想法的问题 所以各位大部分学佛都是女人嘛 这个女人的头发也很重要 皮肤也很重要 指甲也很重要 等等等等 这个执着 现在男人也很喜欢这样 要去运动 对不对 要有肌肉 然后要来显现这个外表 世上这些都是虚患 痛苦 不永恒的 各位要放下 要早生厌患 你脱离这个肉体的执着 外表的执着 感情的执着 才有解脱的一天 那你了解了 你才可以把这个解脱生死的方法 告诉众生 所以三世诸佛 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佛 绝对不说 在家承道 各位 出家承道 是佛的视线 出家承道 历代祖师何者 行染度人 历代祖师哪有一个是 带着老公老婆去度众生 这个真正的佛教呢 这个度众生的这些祖师 一定都是出家人 所以佛佛授手 祖祖传心 每一个佛 每一个佛将传承下来 那是历代祖师 这样的告诉我们 不染四元方尘法器 不要污染执着 在这个世间的各种因缘 才能够成为佛法的修行的法器 这样才能够真实上宝 世从之恩 父母祖先 众生 国家 三宝 夏季 群生之苦 所以我们等一下还要再回想 然后呢 希望我们所写的排位祖先呢 受苦者 元亲在主 因为我们的精进 更发心 他们超度 所以各位 今天已经 以辞 君亲 所以 离开了这个 国王 那是真权夺利 也离开了世间的爱然 六亲眷属 拜别父母 龟头三宝 这个龟头三宝 好像是 听起来好像是离开世间 不是 三宝是为世间存在 佛是为众生存在 只是 这个存在 不是我们的无名 爱然 而是用一种真爱 去爱父母 去爱子女 就像我自己 各位都知道 我爱我儿子 但是爱到 命干着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我甚至说 儿子是我的生命 但是 我出家 除了对我父母的保恩 感恩我太太的照顾 更是我发愿 做我儿子 生生世世的 生命的老师 做给他看 我不用跟他讲话的 反正呢 他随时会知道我在干什么 做给他看 希望他了解 生命的真相 所以 这样来 龟头三宝 真正为 佛的弟子 这句话 这句话最重要 佛的弟子 要用佛的想法 来做事 来做事 所以 有所有众生 我们只要真心的 龟头大大师尊 能度善有苦 这个听起来 大家都说 对啊 问题做到的很少 大部分的人 在修学佛法 还是用自己的想法 才评判佛教 我喜欢 我不喜欢 所以 迷迷惑惑 很多 这个佛教就当做一种知识评判 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各位 以后 如果你碰到任何问题 真心的跪下来 念佛 还是坐下来 把自己的想法 一切交给佛陀 就像交给观音菩萨 你一定脱离民 不要迷惑烦恼 我劝各位除了拜佛 要多看经典 我发觉现在很多人 不看经典 你不看经典 你就没有跟佛陀沟通 经典是佛陀亲口所说 看经典 看不懂呢 对照论 然后呢 实践戒律 可以啦 不但如此 意愿诸众生 不但我们这样 龟头三宝 当愿所有六道众生 普入无为乐 你只要龟头三宝 你就可以 就像你龟头阿弥陀佛 会不会是极乐世界啊 十方诸佛 你只要有信有愿 你就可以进入那种 空性的 慈悲的快乐 所以我们这样 短期出家 乃至发行长期出家 当然不是说 今天才拜 我认为 特别我们出家人 天天拜 而忘了 千万不要忘了 要不退出心 成佛有余 不能忘了 我们修行的动机 所以要特别感谢我们法林士 我们罗拉仁波切 上师的慈悲啊 哇 这么庄严的道场 这么庄严的佛像 乃至十方诸佛 祖师大德 护法上神 都在我们头顶 那各位啊 你这个一拜啊 是用你 不是这一辈子的生命 是从一切一切 从今天到敬畏来记的 生命 一切一切 包括你的心 皈依 好不好啊 皈依 那你有了信心 什么问题都没有 因为佛是不可思议的 法力无边的 射受一切的 还有什么好烦恼呢 就像地藏王菩萨 光目尼婆罗门里 啪摆下去 为了求他的妈妈 知道他妈妈有没有受苦 你看 这样一拜 佛就会讲话 以佛力引导他 去看到地狱 他妈妈就超度了 但是看看什么 哎呀原来这么多众生 如他的母亲在受苦 他就发起了真实的菩提心 那 那有什么问题 那别人拜佛 为什么看不到 因为信心不够 他这种孝顺 这种信心 所以他自然得到感应 我想 这个部分时间呢 重点在心态 再来这个香汤灌顶跟落法 我们一起圆满 所以呢 我先把后面落法的 念一下 善男子善女人等 这个时候 种种因缘具足 此乃旷解 多生之善因 就像我这一辈子 绕了一大圈 什么都去做了 好事 坏事 什么因缘 都去接触了 我才知道说 哎呀 我是为了出家 为了孝顺 保恩而来 那个时候 心里非常的 欢喜 很有力量 死都甘愿 当然 当你有这个想法 问题是 后面 很难解决 父母对我这么好 兄弟姐妹 太太小孩 家庭事业 社会关系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拉扯 但是也觉得过去浪费浪费了 所以 浑浑噩噩的 这样再过 终于 能够有机会 种下一个善因 累劫的善因 就像汽油碰到火 砰 突然就起来了 一定要修行 一定要出家 所以这也不是 这辈子 或是今天 这是累劫的因缘成熟 所以 非今朝偶儿子侥幸 所以 精威 如等 退去 顶法 可 你要说 可 等一下 女生爱漂亮 最好 不好意思 对不起 踢掉了 前面凸一块 那你就放下吧 那时候你还哭哦 还要告我 你就看多执着了 所以各位 试试看 下回有时间 你休息半年 理个光头 也可以短期出家 晃来晃去看习不习惯 不用再化妆 你看多快乐 试试看 所以 今天就这样练习 好不好 顺便拿一张卫生纸 就可以一剪下来 然后这个头发 就可以记念 我剃过头 离过头发了 然后希望哪一天真实能够落法 对不对 这是多伟大 多么放下 多么自在 你解决 你解决事情的事情 永远解决不完的了 这个世间这么烦烦恼恼 只要让你看到空性了 而不是解决它的 所以 尽力就好了 所以我们这样念的是两段 善哉大丈夫能了事无常 舍俗 助你还 所以 不分男女的叫大丈夫 能够了解世间的一切都变化无常 所以 钱也带不走 爱情也不是永恒 健康也会生病 做高位也会下态 有生命就会死 不要多思维 一定要把这个 看世间来想这个法的道理 你才会知道什么 就要慢慢的了解 所以 舍离世俗 走入解脱 离环 甚至 稀有难事宜 所以这个水 一点下去 等一下 你们都有水吗 这个水点下去 就等于你 烦恼洗干净了 好不好 这样就洗干净了 帮各位 一火 一火 我觉得基督教也不错 整个把你泡到水里面 受洗 所以 这也是个 让你记忆深刻 所以他们那个受洗坛 让人家一辈子都觉得记忆深刻 他在受洗 这也是个方法 再来翻过来是 当剔除一点点头发 或是男生他们有剔度 要念这个毁形守自洁 我们要毁掉对外表形象地位的执着 守了一个解脱的志气 一个菩提心 所以当下 割爱无所亲 这句话最重要 一般人说 无所亲 他可能要去自杀了 我的亲人在哪里 我的爱人家庭在哪里 事实上那个只是吸毒中毒一样 太痛苦了 哪有放出来的狗说还要跑回去的 大家都想要脱离监狱 但是没办法 监狱有出狱的一天 男女的情爱没有放下之气 还跟你约好 下辈子继续见面 还黏在一起 吵架一辈子 所以但是 今天各位要放下这个心 好不好 割爱无所亲 变成慈悲 对你的家人变成慈悲 弃家弘胜道 放弃世俗的家 让自己的生命去弘扬佛法 弘扬真理 承担如来家业 愿度一切人 要发愿度所有众生 好不好 下回我们短期出家 再过几年到非洲版 傍晚到俄罗斯版 好不好 我这样做的意思是要跟每个地方都结缘 都结缘 当然你能够到那个地方办 一定到那个地方结过缘 不然还去不了 所以这一次我们是第八戒 但是呢 就会想尽办法 那我想各位 经常的在佛前发愿 希望哪一天 自己能够体悟到 空性菩提心的道理 再来呢 有因缘 真实的出家 当然这里面有个条件 就是你已经体悟到了 世间轮回的苦 而生起了处理心 而了解了空性 而生起了众生 体悟众生父母苦的悲心 而愿为众生 学诸佛菩萨一样 出家的菩提心 那这个时候啊 希望 现世 来世 都可以 当然 往生极乐世界 就是大出家的意思 你往生极乐世界 保证 正入空性 大悲不退转 所以 这个时候 我们的人生意义 就非常有意义了 在轮回的过程 众生在苦 但是呢 你虽然在轮回 好像也苦 但是你心里可以超越这个苦 这个叫空性 然后呢 不怕痛苦的 去奉献自己的生命 去奉献自己的种种的能力 这个就是佛陀 视线给我们看的生命 所以 我们福报再大 都没有佛陀福报大 但是佛陀 视线这样 出家 修苦行 成道 度众生 视线涅槃 那各位把这个 种在你的 意识田里面 成为你的愿 所以刚刚念的 这四句话 最好各位要把它背下来 背下来 你之所以会有 世间的烦恼 是因为你没有 皈依三宝 你用自己的分别想法 你会觉得很懊恼 很快乐或很痛苦 这个都是很迷惑 这个都是因为 没有医子在三宝 不但我们医子三宝 也希望这些 这些黑暗无名 痛苦的众生 能够医子三宝 因为医子的三宝 生死都解决了 所以烦恼 他就知道烦恼 是自己造成的 会生起一个惭愧心 所以会更精进 也希望哪一天 能够把这个道理 弘扬出去 放下世间 所以我经常喜欢念 顺之皇帝的诗 我本西方云纳子 为何身在帝王家 身在皇帝家 你看顺之皇帝太太那么多 二十几岁就 四宪生病 事实上是为了出家 能够自由自在地 去修行普渡众生 所以世间的再好 都没有修行好 黄金白银非为贵 唯有加沙披肩难 所以各位这几天 在这边吃的树 好不好吃啊 住了房子 好不好啊 不要回家了 这边的风景 好不好啊 这边哪有什么烦恼 除非你要自找烦恼 但是会找烦恼了 住久了 还是有烦恼 看不惯那个柱子 对不对 看不惯那个上司 看不惯那个树 那是你的问题 他说如果有空性 你要有智慧的 在黑暗的地方 他永远看到光明 对不对 因为黑暗他可以去帮助 浑木区也是我的净土 别人自私 我不要自私 这样就好 别人生气 我慈悲 那各位还是要培养这个功夫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你要出家 你想要出家 如果你没有这种心灵功夫 出家很苦 我到今天为止 还有很多出家人来找我 师父怎么办 又不想住那边 又不想住那边 又烦恼 还俗也不对 出家也不对 所以我都跟他说 那你最好还俗 但是还俗他又觉得 那要去上班 那太累了 要赚钱又苦了 那又没地方去 然后呢 那我说你到底要怎么样 不然就好好念佛 求生净土 去寺庙 反正你就做义工 多少地啊 少厕所啊 所以我当初出家就这样 我能够出家 我少厕所都会偷笑 这样 因为世间的一切 再大的黄金珠宝 那个都不快乐 那是压力而已 对不对 压力 但是出家 你少个厕所 都是黄金啊 都快乐 因为能够在这种 平静的心态 然后呢 随缘地学习一些 帮助众生的方法 没有高没有低 千万不要说 这个法门比较高 扫厕所比较低 能够坐在法座比较高 然后去墓比较低 不要有这个想法 这个想法都还是分别性 所以今天别人推你做住持 那是没办法的办法 很痛苦 但是为了承担 所以不得不 而不是说 我喜欢 如果你心里还有一个 我喜欢 那问题就来了 这个叫法则 知道吧 所以一定要让自己知道 自己要安住在什么状态 所以这个仪式做完 各位 心出家了没有 人家出了 出了 头发在你手上 其他的这个演演戏而已 回去演个戏 好不好 人生如戏 不要太认真 认真你就烦恼 什么都是假的 一笑自知 只管慈悲 好不好 没关系 小偷来 喝个水 钱在那边 自己拿 该你的 就是你的 该我的 就是我的 你老信因果的人 什么都不怕 命该死就会死 不该死就会活 这个叫放下 了解吗 你没什么好计较的 一切都是三宝的安排 自然因缘果报 你要相信这个 不要起心动力 我要我要 很烦 我不要 我不要我不要 这个世界没有要跟不要 这个世界就是接受 只有爱 不要起心动力 要保持如此 所以我刚刚把各位头发剪掉了 把你的烦恼 三千烦恼是 剪掉了 好不好 那你还要烦恼 你真的是至早麻烦 拜了老半天 拜拜了 所以你回去以后 谷票掉到零点 钱被骗光了 哈 正好念佛 正好出家 医生说你得癌症 哈 太好了 我要闭关了 然后直接往生极乐世界 快一点 因为你要 要看得开 放得下 这个叫什么 善哉大丈夫 各位要做大丈夫 好不好 不要为一些小事在这边 痛苦无常 因为佛菩萨加持 好 各位要 真实的 皈依啦 这个是出家的皈依 好不好 敬畏来记得 皈依 我们先供 主佛菩萨 护法神 都来了 所以雷杰雷斯 冤亲在主 一起来报道 好不好 为他们而善供 为他们而发菩提心 皈依 为他们而受戒 不过各位回去好好 琢磨琢磨 这个世界还真需要出家人 真正的出家人 就是说他真的想要去帮助众生 自己基本就是没烦恼 因为他已经放下了 这个反正万法都是虚幻的 没有什么好对跟错 随缘度众都可以 你开机车车 没问题 开机车度众生 对不对 对方来问你 师父 你是出家人怎么做司机 度你啊 谈佛法 做什么都可以啊 所以出家人 他没有什么不能做 只要为了度众生 如果你很厉害 你去做技工好了 对不对 这样度众生 都可以 但是你的动机是这么纯洁 所以我今天跟各位 特别介绍巴黎伦伯切 把他